上了赌桌的人都不想空着手回去,可这其中的代价又会有多惨痛呢?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《老千》。 工厂里一群男人围在一起赌牌,高尼站在旁边看着,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赢一个月的工资。 高尼有些心动,自认为牌术精湛的他决定加入其中。 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,高尼很快竖掉所有积蓄, 他不甘心地望着那些牌,总觉得下一把就能咸鱼翻身。 然而身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钱,他神情恍惚地回到家,不吃不喝,郁闷烦躁。 家人说姐姐要回来了,高尼瞬间兴奋起来,他知道姐姐拿到一笔赡养费,那些钱足够他用来翻身。 姐姐把钱放进柜子,高尼犹豫片刻将钱偷了出来。 来到工厂,一位同事告诉高尼,如果拿到一对吧,立马加住。 高尼还想问些什么,同事神秘地离开了。 赌场上每个人都很紧张,高尼不停抽着烟,拿到对吧后,他内心雀跃,想都没想,就把钱全压上了。 对家轻笑一下,亮出一对酒,高尼彻底傻了。 他认为这伙人出老千,站起来想问个清楚,却被身后的人当场打晕。 恍惚醒来,那伙人已经离开了,庄前的袋子也变得空空如影。 高尼心中不甘,拿着刀逼问工友,那伙人去哪里? 工友说,名叫茂西的男人把钱全拿走了。 高尼心灰意冷,为了不让姐姐伤心,他四处找寻茂西。 六个月过去了,茂西如同人间蒸发一样。 高尼筹不到钱,拿着刀去赌场抢劫。 平经常把这一切看在眼里,或许是同情,也或许是欣赏。 他告诉赌场的人,不要阻拦高尼,让他拿着桌上的钱离开。 赌场的人欣然答应,高尼有些困惑。 一个男人告诉他,平经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毒手。 听到这些话,高尼赶紧追出去。 一路来到平经常家,他只想拜眼前的男人为师。 平经常看了他的手掌,说他不适合玩牌,早晚会丢掉性命。 高尼听不进去,在平经常家门外打起地铺。 平经常推车外出,他紧随其后,表示自己赢够了赡养费,就放弃赌博。 平经常十分无奈,想要学习赌术,首先得具备胆恋和勇气。 平经常让高尼和街头混混打架,高尼被打得满身是伤,却也没有放弃的想法。 平经常决定收下他,并将赌术一一传授。 赌博不仅仅靠运气,还要做到手比眼快。 即使闭着眼,平经常也洗得一手好牌。 这让高尼刮目相看,整日在家来头练习。 这晚平经常提到韩国的三个顶级老千,一个是他,一个叫一只耳,另一个是阿鬼。 这三个人当中,阿鬼最为疯狂,一只耳的耳朵就是被他割掉的。 这些年来他一直想废掉平经常的手,但平经常不愿和他赌博。 高尼默默记住了阿鬼的名字,经过长时间练习,他逐渐掌握了赌术技巧。 平经常带着他游走于各大赌场,时刻注意自己的身后,不要太自私,榨干别人的钱。 这些都是赌博的原则。 高尼一一记下,他的赌术越来越精湛。 平经常问他,只要赢回你姐姐的钱就收手吗? 高尼想了想回答,我决定赢回五倍的钱。 平经常并不意外,欲望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他希望高尼说话算话,如果赢了钱不收手,就砍掉自己的手指。 高尼立马答应,平经常带他约见了开赌场的郑女士。 这位郑女士很不简单,凭借美貌,吸引有钱人,将他们骗到赌桌上,一一炸干。 平经常与他合作过,希望他再安排一场赌局,让高尼亲自上场。 郑女士有钱赚,很快便答应下来。 看着年轻气生的高尼,他不免生出几分好感。 高尼也没做拒绝,和他有了进一步发展。 不久郑女士将目标人物带来,高尼轻而易举地赢光了他的钱。 而他也不想放弃,压上了一把进口手枪。 平经常用眼神示意高尼见好就收,但高尼见前眼开,配合郑女士榨干了那位扶伤。 赌局结束,平经常教训了郑女士,还将手枪丢进湖里。 郑女士不以为然,离开时邀请高尼与自己为伍。 平经常毕竟是老师,高尼不敢答应。 来到火车站,平经常提提了之前的条件,说完把匕首交给高尼。 高尼拿着匕首走进卫生间,看着鲜血流出来,他不敢接着进行。 一个白衣男过来洗手,对他的做法并不意外,还说没必要这样做。 时机到了,自然有人帮你割掉。 高尼开始反问自己,我干嘛一定要这样做,不就是赢钱了吗? 看见高尼完好无损地走出来,平经常不再勉强,他决定自己离开,任由高尼去闯荡。 白衣男站在不远处,言语间嘲讽着平经常。 平经常没理会,上车前告诉高尼,他就是阿鬼,不要与他有来往,也不要过分信任郑女士,赌场上没有真正的朋友。 高尼满口答应,内心却对金钱十分渴望。 他加入到郑女士的阵营,尽情发挥赌数,相互配合之下,郑女士日尽抖金,高尼也小偶名气,豪宅,豪车,不计其数。 这天赌场里来了一位中年教授,他想为孩子赢点住院费,可上场没多久就输掉所有钱。 高尼于心不忍,在他离开时拿出一笔钱相赠。 教授感激高尼,但欲望战胜了理智,重回堵捉的他再次输钱。 高尼心中无奈,也不想做太多规劝。 警局打来一通电话说,发现平经常的尸体。 高尼赶往警局,平经常躺在那里,右手已经被砍掉。 高尼清楚是阿鬼干的,他怒不可遏地想报仇。 郑女士劝说无果,只能帮他请私家侦探帮忙。 调查期间,高尼仍触碰赌博。 这晚,无业游民高光烈来到赌场,他的赌数十分拙劣。 高尼看穿,但不揭穿。 警察突然到访,两人一起逃了出去。 高光烈想早日发大财,希望高尼成为自己的搭档。 高尼本不想答应,但为了找到阿鬼, 还是同意了。 两人就此成为形影不离的搭档。 渐渐有了默契和信任。 去一家赌场赌博时,高尼轻松赢下两亿韩元。 老板十分不甘,让手下的老千和高尼较量。 这人正是当初的茂西。 见过大世面的高尼,已经不想找茂西算账。 他平静地坐在赌桌前,略带嘲讽地欣赏茂西的排记。 出千很快被识破,茂西处境尴尬。 老板看出来高尼排出精湛,与他约好两周后再见面。 高尼答应了,随后带着高光烈四处消遣。 在一家酒吧内,两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。 其中的小兰温婉端庄,让高尼为之心动。 想到家人还在过苦日子,高尼让高光烈拿钱回去。 有了这笔钱的阶级,家中的生活得到改善。 高尼和小兰走到一起,本想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下去。 郑女士利用一贯的手段,物色好心的目标人物。 本以为高尼会主动帮忙,谁知她竟拒绝了。 郑女士不愿罢手,来到高尼和小兰面前。 高尼委婉拒绝,郑女士笑着离开。 事后让人偷走了高尼放在后备箱的钱。 没有了那些钱,高尼处境艰难。 她决定和赌场老板再来一局,从而赢得更多的钱。 开局前她找到茂西,威胁她给自己放水。 茂西没得选择,只能出卖老板。 高尼因此赢了不少钱,老板心生怀疑。 得知茂西从中捣鬼,不由分说地将她打死。 深夜高尼二人也迎来追杀。 高尼被扔进垃圾站,要不是及时醒来,就被机器压死了。 老板知道她还活着,将小兰和她的闺蜜抓住。 高尼拿着钱熟人,老板却提出让她为自己卖命。 高尼答应了。 老板履行约定放走小兰二人,随后便带着高尼前往赌场。 路上高尼拿出准备好的铁钱,砸死了一旁的司机,又冲着老板回去。 车子瞬间失控,直直冲进了路基下。 老板当场丧命,高尼活了下来。 高光烈找不到她,只能去询问郑女士,可郑女士也不清楚她的位置。 另一边,阿鬼终于现身了,死去的老板是她的手下。 有人竟敢挑战自己,阿鬼决定报仇。 先说服郑女士社局,又把高光烈引了过来。 面前的男人是惨暴的阿鬼,高光烈不以为然,最终被打伤,囚禁起来。 高尼听说了这件事,只好与阿鬼进行一场赌博。 两人都对牌术深有研究,阿鬼告诉高尼,不能出千,否则就要被砍下右手。 高尼没做拒绝,同阿鬼展开了真正的决战。 郑女士负责发牌,提到了平经常的死状,她无意说出右手被砍。 高尼愣了愣,这件事没有其他人知道。 郑女士知道的这么详细,很有可能是幕后主使。 碍于还在堵桌上,高尼并未显露出来。 较量接近尾声,阿鬼一口咬定,高尼换牌。 高尼用杯子扣住牌,反问她,如果不是你想的那张牌怎么办? 阿鬼大笑出声,如果不是,我会献出右手。 高尼笑着答应,两人同时把手绑在桌子上。 底牌亮出的那一刻,阿鬼傻了,高尼真的没有换牌,而且赢过了她。 阿鬼就这样失去右手。 郑女士想分走社局的钱,可高尼却低声质问,平经常的死是不是与她有关。 郑女士慌乱辩解,高尼不再理会,将自己的钱抽出来。 一把火点燃了剩下的钱,带着高光烈离开。 郑女士开枪将她打伤,警笛声响起。 郑女士摊坐在地上,此刻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 高尼虽中了一枪,但身体并无大碍。 把高光烈送到医院,她坐上火车回家。 卫生间里赌场老板的手下忽然出现。 高尼被捅了一刀,两人拼命撕打,背包里的钱飞了出来。 高尼有些恍惚,撒开了抓车门的手。 不久警方发现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。 所有人都以为是高尼,前去指认的郑女士一眼看穿。 死者并非高尼,她的手上没有纹身。 不过出于往日情分,郑女士没有说出来。 世界的另一边,高尼已经改名换姓,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赌博更像是一种自我欺骗,每个人都渴望挣大钱。 结局往往是血本无归,妻离子散。 高尼看似可以卷土重来,但她的人生回不去了。